劲爆消息!郎导,岑春磊正在候机,15小时后,斯图加特向您报道。 劲爆新闻!岑春磊机场候机,强力接应前往斯图加特会合国家队。 女排世界联赛就是练兵,认清差距和不足,输球之后媒体的非议,球迷的不理解与谩骂,各种之招,仿佛谁都可以当教练,这可是三大球项目中给过我们无数荣耀的队伍啊,我们怎么能如此狭隘呢? 6月8日郎平带领国家队一早从广州出发前往斯图加特,这里不得不说他们的辛勤,15个小时的飞行时间,全程经济舱,这可是给我们带来过荣耀的队伍啊。 据说女排只坐过两次商务舱,一次是李约奥运会获得金牌后回国,另外一次就是去香港访问。 德国战的对手是土耳其、德国、荷兰三支队伍,德国女排有主场优势,荷兰和土耳其都有禁忌压力,此战的压力远胜过江门战。 就在刚刚得到的消息,岑春磊到北京机场了,发微博,小马,我们走。 狼岛昨天说上周岑春磊的膝盖还有点问题,那么经过一周的康复看来是痊愈了,右路的进攻打不开,狼岛也着急,不是不想让大花磊出山,而是真的有伤在身无法参赛。 球迷的心情是急切的,是可以理解的,大花磊后继前往德国,惊喜到你了吗?